好 中午的时间 梦梦得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网址 就是这一个internet archive 当你知道前几集 应该是前两集 我更新了我个人的网站 其实网站当你更新的时候 旧的版本就会从服务器当中消失 或者他是保存一点点 随着时间的消失 旧版本的网站 比如说他所用的 软件他所用的链接都会失效 或者是他图片都会消失 这个就是网址 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只保留最新的网站东西 旧的东西会被淘汰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看回旧的网站 或者记录旧的网站点点滴滴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个 其实这一个叫internet archive 它是一个 archive就是记录的意思 internet就是记录网络的点点滴滴 可以这样翻译吧 这一个是非盈利组织 这个是一个no profile library 非盈利组织的 网络或者是 可以讲是 的图书馆 这个是网络图书馆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很 431个 这个b 是什么 是b 我忘记是 很多网页在里面记录 你可以注册了以后申请 记录你想记录的网页 就比如说你有你自己个人的网页 你就可以想 从开始自己的网页的时候 就来这边记录 他就会把你个人的网页 把图片存下来 我已经把网页记录下去 就你看到这边就是我自己 记录网页但是这边他还有 所谓的书籍网络的书籍 或者是视频 这个视频不是 Video视频 不是现在HD什么 这个是 比较珍贵视频按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些视频 它不是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平台 平台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 可以记录你所 需要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用户 如果没去说 这是movie image 我先要有网站 然后book 有video audio software image 我们讲software 软件是最多 你们知道 DOS game吗 Microsoft DOS game 我不知道多少个人玩过 再还没有 网络是 再没有 所谓 Windows 以前的 游戏 是在DOS 里面去运行的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 人印象 深刻 双截龙 哇 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 它只是记录有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在这里面 好像可以玩了 download game make the data 我看一下 哇 太爽了 太爽了 不是吧 可以玩了 哇 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大 哦 哇 不是吧 不是吧真的是可以玩 哎呦 哇靠 来不 讲话我看一下 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double dragon 还要怎么操作啊 怎么操作 0 21 我不知道是不是 解出去 我现在笔记本电脑之内 我真的太慢了 这个太慢了 痛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退出 怎么 有出来了 press 太爽了 double dragon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个玩过这个 这个double dragon press fire to start 什么是fire 我不知道我的 我的keyboard是什么 什么是 什么是存在的 不好意思啊 现在哎呀这个可能显卡不是太支持 是什么呀 我 当这打开的时候我真的想哭 没有我在我要认真的制作视频 好回来一下 赶快 赶快录完这期视频我去玩一下这东西 小死我 class pc game 我们回到class game 以前来的是还没有那么多啊 这个经典 Need for speed 它则是极品废车 极品 这个 这个好像就 它则是一个 截图 这个就不是一个游戏 因为是游戏 游戏是蛮大的 我给大家看 极品飞车 我是 从宝世杰之旅 这边我记得是2002年对 2002年的window game 这个真的是 我在极品飞车里面 我是 这个从角度 我是跟我的大学 基本上这个就是陪伴我整个大学 多少个不眠之夜 这个可惜是一个截图 所以极品飞车 就是从这个好像是第七第八 这边开始玩起 玩起的时候就到极品飞车 好像是 瑞兴 虽然现在看上去的话自己进步的但是这个就是我玩过的游戏 这个很旧的游戏 以前我就是游戏在这边长大的还有一个 半条命应该也有半条命 我看一下我讲到我真的是要找这些游戏在玩 最近出了那个 Halfline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玩过 半条命 哈 啊 以后可能我专门 我真的是想日记把我以前玩过的游戏 给放进去 哇这个就是Halfline unpain PC game 对我很记得 哇 也是配过我多少个不眠之夜 Halfline 这个就是半条命 很经典的一款游戏 还有一个 必须要提的就最近 复课版的叫 最终白日梦 这个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很好笑但是 虽然但是最终梦想但是我就 fantasy fantasy就是白日梦的意思 fantasy 我那时候是第7第8我玩的时候第7 哇这个 对啊这是第7 fantasy 这是最 现在有个复刻版 就重新推出这个是以前 fantasy第7代的时候 所 玩的那个游戏 太多经典 还有第8 第8就是 你们知道王飞唱的那首 Ice on me 就是里面很经典的游戏 这个就是 里面的牛居角 那时候我那是那时候CG 真的是不知道杀死多次 有多少宅男的心好这边游戏讲完了 我们讲回网站这个 这个其实最主要要跟本来这个我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网络的东西 随到我们讲网站的时候当年 但他他就会把这个网络给截图下来我们来看Apple 这个就可以带你看到 199几年的Apple的网站 Apple.com对Apple.com 我知道你们想什么 啊 完了这样子不是可以看一些其他 很特别的网站 上网 好心 你不要上那么多网 这个是他呢 这个是 这个是多少 这是2020年5月 苹果 现在苹果的官方网站 但你看的时候 Apple.com 这是现在的 这个就是他的时间表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当我这 鼠标111 移到2003 2002 2001 我们来看一下 2000 2000年 6月5号 苹果的网站 是什么这个 因为这个他 这个他服务器他不是现场 哇这个经典 绝对经典 你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佳能 佳能我忘记那时候 如果没记错 在France里面好像有几个镜头就是他拍的 虽然France里面大部分是用胶卷拍 但是有个 有几个补的镜头好像是用这相机拍 我不太确定 所以这相机当时就是在还没有RED还没有什么black 还没有索尼A7S A加2 这个是经典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2020年苹果的网站 当然你按进去的时候 他比较慢 因为他这个不是苹果的服务器 这个是由他 这个是苹果服务器那时候发生的时候 苹果服务器他快很多了 这个服务器是由这个internet archive 就是weba machine 那边的服务器吃点在跟他讲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按进去 当然你就以这个购买的按钮应该失效 不可能购买了 但是你看到以前的 网址我把它放到给大家看 他的画质 他的画质 以前算是可以了 以前这个就是 Apple Apple Pro 你可以看到made for software给你看我这个绝对经典 我相信你们上网的现在你们 上网的人很多时候你看回以前的东西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为什么以前的网络世界就是那么的简单 就是 那么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字体 没有什么太多的华丽 这是2020年的Apple 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前 真是太爽 我相信 很多人可能没见过这样子的 苹果的网站 我把它放小一点 这个这个有些可能已经失效了 你可以看到 product sign 我吃点再给大家看一下他所存储网站的这些硬盘啊 这个已经失效 网络已经失效 你看到 htmi 他不是 每一个的 因为当你见到网站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结构 所以他不是每一个的结构都可以很蛮蠢的保存下来 哇这个有点慢 在存储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safirify 哇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 iOS3 这个这个好 这个的连接可能 在之后 还存在连接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候是2010年 对2010年 这个网站就变成2010年网站 就同样的连接 就表示苹果在 2000年的时候那个连接就重新用回这连接 回或者是重新引到回 2010年的连接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他连接已经不是 很真实的连接 这个就是已经是iPhone出来的 连接但是那时候 iPhone是2007年出来的 之前我看的网站是 2000年的网站 2000年的网站 好回头可以看到这是 2000年的网站 就是他 从2000年的网站到 2019年的网站 一共有181个 录制 Capture Capture就是 有点像是 Capture就是以前的Capture的录制的意思 就是这个就是他 他的网站更新的速度 所以当你看这黑的时候就表示更新的比较快 你看到这些点的时候就是表示 在 10月 这个点然后苹果进行的更新 基本上都对了因为基本上iPhone出的时候都是这个点的更新 所以当按进来的时候 我按进这个 这是刚才 Apple.com 也是断掉了这个链接也是断掉了这个链接 这时候这个链接他说 我再看一下别的 好 我们重新来过 这个有点慢 然后这边你按 Apple .com 我们来看一下 199几年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他所更新的地方 这是2020年更新的比较多 然后把它拉回 1996年 19好像这个网址成立的不多 1996年最早的是1996年的 12月19号 你绝对没有看过那时候的苹果 1996年 哇那时候我还是在上高中 这个就是那时候苹果的网站 是不是很像 Welcome to Apple 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 哇真的是够土了 然后power map 甚至够 你们可以去的网站去搜索 我很有意思 真的是就跟这个现在的 现在好像随便应该App都做的比你好 你看到这个 当时做到这样子已经很不错 product information 看来看来有什么 能够卖什么 就product information 那时候苹果卖的东西 no available 这个就是no available 4个capture 好回到这边 所以这是1996年12月 多少号的网站 多少号的网站 所以我们再看2000年 2000年你会发现这整个更新到2000年 到2004 2005 2007 你会看到从2004年 应该是这个时候就开始 风行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 苹果的ipod 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基本上 所以为什么 当你上网的时候 你看回以前的网站 那种的 想法是你会看到整个网络 时代的发行 哇 iBook MacBook的前身 不知道都是经典的经典 这个时候那时候用的是 MacOS 9.04 那时候苹果用的是Safari iMovie for your Mac 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我还可以choose 台湾香港 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大陆 那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 那时候 top.com slashcn 好像还没有存在 变成 那连接已经 断掉了 连接 那连接已经断掉了 太经典 太经典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iBook出来 我看一下 2004 2004 就随便 这些日期 你看到就是他更新的日期 所以他有记录的日期 我们来看一下 16号 好像如果是大的圆圈 他就表示当时的更新 是比较大的一种更新 比如说可能是图片啊 可能是存储啊 存储量会比较大 这就是2004年 哇 这个经典 New iBook 谁还记得这个 New iMark 5G 这是 PowerMark 5G 之前有录过这视频 然后Gen Park Series 1.2inch 当时这个绝对是 现在很多 很多人都 之后很多人就 仿造这个 但是当时现在看 这个设计也是很酷 虽然现在功能来讲 这个 那不已经 未必很好 但是当你看上去 还觉得那个设计 不会过失 还是觉得很漂亮 所以 这个 这个很多时候 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 他的 时间 在十几年 二十几年看回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相信很多人 现在可能还 还存在这个 MARPUPANTO爆的 这一个 以前苹果 Firewall 太爽 OK 我们看回 2007年 所以这个网址 你们得共 可以上网去搜索 这个网址 去看 我看一下看一下 哎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回去 但是 不好处就是这个网 多 他不是很高的 很高速的服务 所以你们看到 像apple.com 像google.com 他们那个网 数 或者是你感觉 这网络很快 第1是可能是网 数已经够快 第2就是他们的服务 去就同时 有上 几百亿的人 浏览 浏览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在当中去能够 支持 但是如果这个服务器的话 他只是给你去 研究 做研究 做一个 research 或者是资料搜索的时候 所以这服务器的 速度不是他的首选 我们来看看2007年 2007年 是什么 第一年 是改变 世界的一年 就是iPhone 第1代 iPhone的出来 我忘记是多少 多少年了 是多少点了 第1代的iPhone 2007年 那时候 那时候我的室友有在看 那时候我在笑我的室友 你从那么小的手机 换成那么大的手机 像笔 笔记本电脑的手机 这个是iPod nano 那是iPodnano New iPod 那时候 这个还不是手机 这时候 Early phone owner 这个是早 那时候还没 还没出 还没出 这是早的时候 你可以有100块钱的 credit available 当你买这iPhone 那时候卖的是 499美金 我忘记是不是 好像是499美金 你看到这网数 当然就没有当时 所体验 因为现在你所浏览的 你所浏览的 不是你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 浏览的不是苹果的服务器 这些已经不在苹果的服务器那边了 这个已经在 这个internet archive的服务器那边去 成为一个 算是一个旧报纸 算是 iPhone 我回去一下 哎呀 真是太慢了 我不知道是我的网数吗 还是2007年 我们再看一下 看10号 10号 10月份好像已经开始 卖了 我忘记是不是10月份开始卖 忘记了 那时候 第一代苹果 好像那时候当 乔布斯发布的时候 我忘记是多少 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我忘记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10月份好像开始卖 这个在 哇 振奋人心的一刻 那时候三星还在做什么手机 还没开始卖 我来看一下 再往后一点 就你可以按到这个是11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1月份应该开始卖了 那时候 那时候也当他开始 帮布的时候 还有很多硬件的问题 他还没有 没有解决 所以之后 啊 这个就是iMac Word device Wordwide conference June 应该是这个 看一下 这个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 iMac也更新了 但现在看着iMac的时候 这个好像是很早以前的iMac Wordwide conference 这个就是2008年 June 9月13号 这是Developer 这个是 Developer conference 这个是开始 他们开始研究iPhone OS 就是今天 我们熟悉的iOS 那时候叫iOS 然后MacOS 这是两个不同的 OS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所谓的 Media 然后 SDK 我就不多说了 Hands on 那时候iPhone 好像还是用 用iTunes 激活 我忘记是不是 这个放下去 关掉 你看到 Store iPhone 按了一下iPhone 这个当时的Apple Store 这时候应该可以买到iPhone了 这边上网的时候 真的是太慢 当时的iPhone 的清醒 iPhone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设计 然后 App 然后介绍 现在看 还不算是很有味道 所以当时Apple的 设计颜色从各方面都是很特别 就是 好像这个 这个我忘记是在 好像 买不到Tips Figure 真的是太 怎么说呢 那时候卖的就是iPhone iPhone iTunes Mac 那时候还没有iPad iPad是什么时候 2010年 是不是2010年 我们再看一个 下一个 下一次苹果的那一年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在这上面都可以 都可以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MacBook 然后MacBook Pro New的MacBook Pro 2015年MacBook Pro Basic 然后iMac Getting personal training 你看到这个就是 我们看 2010年 我们看一下 你看说这边就存在2010年 可能又到后面 这边就是Mac Pro Mac mini MacBook Mac Air Mac Pro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iMac 然后那是Mac OS Mac mini 那时候 那时候MacBook Pro 这个就是那时候 麦Mac 的 时候 这苹果的网 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2010年 所以你看到 这个网址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以前 而想到一个网站 等一下我们再看到 我们看完这Apple的网站 这个就是 差不多到了 20 2010年 2010年 那时候就出了新的MacBook Air blahblah 然后iPad iPad好像出了 iPad iPad没出吗 iPad出了 对iPad出了 第一代的iPad 然后之后 你们就看的很多 所以这个网站 真的是 让你看到 以前很多大公司是怎么一步 一步 走过来 我不知道阿里巴巴 里面有没有 就是这个 你如果你 现在开始建立个网站 然后你想 记录每一点 每一滴滴 这个就有点像 你看那时候 499 嗨 就可以记录 这些我当时看上好像是很平常的东西 就说 哎呀这个 到处都有 但是当 时间 记录下来 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网址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个网址 之前我看了一下 YouTube YouTube 是2005年成立 是不是2005年 2005还是2006年成立 然后没想到现在 2020年 就是 14年 14 15年之后 居然我是成为一个YouTuber 虽然不是很出名的YouTuber 但是也算是YouTuber 好这个就是今年的YouTube 2020年 5月的YouTube 这个是很慢 这个不是现在的YouTube 这个是现在的YouTube版本 但是你所浏览的不是现在YouTube版本的 服务器 它是在这一个 网页当中的服务器 你看到它是由 2006年 应该是2006年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2006年的YouTube Wow GoTo 这个就是2006年的YouTube 然后 它是用的是Flash Use Once 因为我现在是用了Safari去浏览 以前 在网 在网络上面看视频是还没有 HTMI5 之前我讲的现在是已经网络视频已经很容易 以前看网络或者是 所谓 Browse 或者是上网的就是 IE Safari 或者Google Chrome 或者 还没有Google Chrome 用的就是IE跟Safari 这两个是还有 那时候还有 还有是 还有是什么 那时候网络只能 读取 字 先找 早期是只能看字 之后是可以看图片 网络可以看视频 已经是人类不可思议的一大出现 这个就是早期的YouTube GoTo GoTo的video 然后login 然后sign up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YouTube还没被 应该还没被 苹果买 不是 被Google买掉 就他 他自己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没想到现在YouTube 变了那么多 我来回 回 回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当 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 想到 我1998年上网 不是 上网的时候 那种的感觉 就基本上当你打一个网址 等他 下载的时候 你等了下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次是YouTube 他是差不多2005年开始 对就差不多那时候整理就2005年以前还没有YouTube 然后到2007年 我们看2007年的YouTube 所以以前打开个网址的时候那时候网络是讲到 10K12K还是用电话线那种上网的 哇 当你当你 放个网址的时候你可以上厕所你可以煮饭可以泡面 那时候你看到就有这些 这些的视频这些视频就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放我就不按进去了 万一 版权的问题的话 我这个就完蛋了 所以那时候YouTube的视频你看到就是那时候 2000 零几年的 好像好像是20这个时候 Case 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时候 就是开始录制视频把他的VHS 那时候拍摄视频哪有什么的 glamage哪有什么那么好的相机 那时候最多就是用webcam 或者是最好的就是用dv 拍摄这种四成三的这个真正的是视频那种的感觉 根本不要跟我讲什么电影感 什么调色 这个 那时候能有有颜色的不错了还跟我讲什么调色什么 HDR 所以今天的世界进步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会 所以那时候的视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看起来我们再看20 20 2013年嘛所以YouTube 很有意思 你们自己 剩下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了 你们来到这网 可能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浏览这网约速度可能会更慢 我不知道 全世界的速度 我家里面的速度已经是很好了 差不多200MB上下 你看到 这个时候就开始比较线 像现在的YouTube 但是 这个时候就是 2010年 差不多2011几年 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看YouTube 你看到视频开始16比9 2008年就开始视频开始 比较 比较OK 比较现代化 所以这个就是YouTube然后当你在看的时候基本上你里面可以看到 很多发展还有一个网站 Ebay 就基本上这个几个网络是个算是改变世界我等下看见有没有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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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是什么 微博的网址我还没看过 可以看到这是 是2001年 2001年 Ebay好像也是差不多2001 2002年那时候开始 我忘记 也就是这20年的时候所开始 你看啊对 在 就差不多 2001 1999年 哇 这个经典 这个就是Ebay 当时的Ebay 简直 简直 那时候只是用credit card 或者是 The Sun System 就当时的Ebay的系统 Brow 然后Sell 啊 当时有一个的现在好像有点没落 但是有个网址 是Yahoo 我记得 你们看到有些不爱看的东西 这个是他会有些建议 当时的 他会有些 我还没试过那种的网站 你们自己去试啦 你未必能够看得到 但是但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是什么 这个就是Yahoo Yahoo的网站 2001 2009 不要在这边按 在这边按 等下被YouTube被黄标 啊这个 这个 哇经典 经典的经典 NBA final 你看以前的Yahoo 当时的Yahoo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我还没上网 这个时候我还没上网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根本上网看里面不是直播啊 这边都是都是看图片的 还有个看 微博看一下微博 微博 微博有没有 新浪微博对新浪 你可以看到新浪微博也是2000年到2016年开始出 开始出现的 我比较慢 可能是可能是开始记录 哎怎么怎么没有出现 微博 肚子开始饿 赶快录啊 以前的微博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他是网址的浏览 哎怎么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喂 这太慢了 微博 反正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尝试去看 这个就是讲到微博 好 就讲一下这个组织呢 你看到这个组织他有一些的 工作 就招人 他也是这个好像是在美国 华 华盛顿 DC 然后这个就是 people 就他的 人 然后warranty 就是 义工 然后donate 你可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所以这个他不是很顶尖的一个设备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人 这条谁 第2位找谁 还有一个给大家看project 就是他现在所运行的项目 在project里面他现在就是有 开始打算 把过去的比如说TV 还有一些library 然后慢慢开始结合 然后他还需要scanning 就我们很多的书局他需要网络设计 然后software 然后webub machine 这个就是webub machine 你看到这个就是他的有点类似是他的 服务器 给大家看方法 所以所以你会看到 只是存储网络 他不是存储视频 制作网络 他是有多少个 1.4 pb 这个是1.4 差不多就是 1400个TB 每个rack 他不是总共是1400个TB 是这一个 就这一个 就 当然是这一个 就是1400个TB 的存储量 你没办法讲什么 这个 这个是100TB 每个rack 可能是 就这一个是 100TB 这边好像是100TB 我忘记 我忘记什么 你可以慢慢去看 对这个是100TB per rack 这是100TB 这一共是1.4 这一共是1.4pb per rack 这个是3kb 这个又不同 这是Internet Archive 这是Internet Archive 就是这一个 网址 Internet Archive的网址 所以这个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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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栋东西 这个就是per rack 这是1.4 1.4pb 就是1400 是不是1400 1000对 1400 TB 一栋 这边有几栋 可能有几栋 我不知道 这边只有3栋 至少这边就是 4000 TB的存储量 只是存储网络 或者是只是存储你的网站而已 还没有存储视频 所以你跟我讲 拍摄PORUS 拍摄RAW 你知道那个价钱 那个钱是多贵吗 所以真的是很多时候 你需要考虑拍摄的东西 你不单单需要考虑你的 质量 你需要考虑 你存储过后 我现在最头痛的就是我硬盘 再这样子下去 硬盘真的不够用 所以现在我录制这些东西 直接上场到You YouTube 然后 我就直接删除了 所以这些都是 YouTube的存储量 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 这个是 Prevision 就是以前 在还没有升级之前 现在他们升级 在还没有升级 以前这一个 是差不多 100TB 一个Rack 现在升级到 1400TB 就是差不多容量升级 这是以前的 对 你可以看到 然后在 2004年 这个网站还是2004年出来的 第一个 2004年的时候 100TB 在2004年 100TB 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 然后 第1个 第1个存储量是 100TB 阿姆斯特丹 第2个存储量 80TB 在 San Francisco 然后Internet Archive 他这边有介绍 所以你看到 这些 都是钱 这些的 很贵 你以为这个钱 我相信 这一个东西就差不多可能是一个 ARRI的价钱 所以100万可能 估计 这一个 可能 当时来讲 如果这个存储量回到 200 这边讲 2014 20 这是2014年的版本 2014年这样子 可能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存储量包括软件硬件 就差不多是100多万很正常 所以不要以为 Total storage 现在用 已经用了的 就是已经用的 是50PB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PB 你们去找一下 就50 就是5万TB 已经用了5万TB 去存储 只是网络 只是网站的设计 你们大家可以 建议大家可以去这网站去看 这网站很有意思 我也蛮喜欢 这个是About InternetArchive 就他有 介绍 然后 330个webpage 中文好像版本还没有出现 它是member 它不是一个盈利组织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网站 怎么变成乱码 所以他 他使用起来有点慢 有点旧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东西 还有block 还有project 不说了 我要去打双接龙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